这台12.5吨重的列车 静静悬浮在轨道上 你只用伸手轻轻一推 就能将整个列车推动 因为整个车身与轨道 完全是悬空的 这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列车 出自西南交通大学的 动力牵引实验室 这是一项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科技 曾一度被业内认为比登月还难的技术 却在今年的一月份 被中国的科研人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高温超导悬浮列车 中国这项技术的诞生 让世界各国羡慕不已 就连美国也感到自探不如 美国当下基础建设还在炒 对 大陆的磁湖列车 磁湖 600公里的已经下线了 600公里我们的飞机才800公里 就是我们的飞机的时速才800多 而这个火车的时速可以到600多 高铁才当出来 现在就350的高铁才出来 600的已经出来了 再没多久就开始铺路 就开始做了 您现在看600公里 观众朋友 北京到上海1200公里 两个多小时 就可以到 这不得了 美国还在那边基础建设 还在吵架 大陆一个一个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美国这样子玩 不把自己玩 其实它应该要回到正常 当正常人 正常的国家 而此次 我国再次创造奇迹 高温超导悬浮列车 所谓的高温超导磁悬浮车 是一种悬浮和导向 都不需要电源 且不需要控制的自稳定系统 此技术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仅在第一阶段的测试 就已经刷新了 全球陆地交通速度的新记录 同时 高温超导悬浮 也被称为全世界最快的列车 这种悬浮车并没有轮子 因为没有与轨道接触 因此在行驶过程中 只受到了空气阻力的作用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没有轮子怎么行驶 顾名思义 高温超导磁悬浮车 是漂浮在轨道上面 利用磁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 这个才叫做高速 一个小时600公里 超惊人的 我看到我吓了好大一笑 他们的词服出来 DEMO居然可以跑到时速600 六把就快可以飞起来了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300多400 都已经很吓人了 对 它竟然到600公里 我一开始看到 我看到600公里 我以为是长度 错 我想说其实他们 不是 是时速 这真的是太惊人了 就近地面 你说它是快速铁路快到近次飞行的一个情况 另外 目前的620公里时速并不是最终的速度 随着运行不断进行 那么未来会把速度提高到1000公里 每小时1000公里是什么概念 以至当前所有在侧的民航客机的时速 为80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这个列车的行驶速度是飞机的1.25倍 真正意义上的贴地飞行 再通俗点 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小时 北京到广州只需要两个小时 广州到深圳 那我劝你还是别做这个了 没什么体验感 沿一闭一睁 深圳就到了 真的是好塞雷 我们想应该是武林高手横空出世 为什么 因为它公布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部件 其中第一个叫无垠脚 也就是说这个车子是没有脚的 这是没有脚啊 对 它是用电磁铁磁浮的概念 对 磁浮 它距离这个轨道大概只有七厘米八厘米 就是一个漂浮的一个感觉 无垠脚 第二个就是它的动力心脏 这个是什么 叫学艺供给系统 就是它的磁浮变压器 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 所以中国大陆它能够由低 由中 由高 它制成一个系统 这难怪 连包含日本 都说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 实在是发展的太快 这也打破了德国的魔咒 德国说你20年内绝对搞不好 结果大概那我算一算 大概只有14年的时间 5 4 3 2 1 启动 启动 你们看到了吗 那么我们要问 它有什么优点 它的优点有很多 但大多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第一个 节能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 不充电也不烧油 只需要使用液氮就能作为动力 而且车身不需要车站电源 和繁琐的动力系统 百公里只消耗一点液氮 可以说是真正的既节能又环保 第二个 安全 磁力轨道和高温超导体的抗磁力 让列车能够悬浮 但除了悬浮之外 在这种磁力和抗磁力的拉扯之中 还有一种叫做丁扎力的东西 这种丁扎力让列车根本不会出轨或者事故 无论怎么偏离轨道 这种丁扎力都会自动将列车拉回轨道上 即使你想故意让它出轨 除了使用炸弹之外 也没有其他办法 第三个 省钱 对你没听错 这种世界领先的科技特点之一就是省钱 毕竟什么耗资巨大的未来技术 都是电影里才有的 真正的高科技 这条路走的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的动力 来自于廉价又环保的液弹 而且因为有丁扎力的存在 车内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控制系统和车载电源 整列车只需要座椅和液弹就行了 再加上磁悬浮列车与轨道是完全悬浮毫无接触的 根本不会有什么摩擦和损耗 从而造就了它低的令人难以相信的运行成本 我真正搞磁悬浮是1992年开始的 别人不知道 但是很有意思是 我92年开始之后 而94年我们在西南交达那个校长 多大的报告 他专门批准学校离向了 恐怕是搞高温超那样 我都有点像 不是中国 可能世界上是正式离向的 或者是 却不是什么正式答辩 但是是校长 科研厨长批准了 给钱了 后来真正国家离向是97年 我们就选起来嘛 我们那个组那么多人能够充分发挥 他们也跟着晚上下班 我很感动 他们也跟着说苦的 也有我在整理根性改变帮人 他现在我关系都会很好 他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去做 我就觉得那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 那个力量跟平时比可能是几十倍 这不可能完成了 竟然完成了 曾经退一个公司 退缩了 检查一个符号 正符号 我都用了两 五天半时间 来 你搞科学 只有痛苦的 痛苦过的人 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 你不要去砍到成功 成功的永远是少数 但是你去奋斗成功的一个过程 你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你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2018年时 高温超到磁缚列车已经基本成型 西南交大就开始着手更前沿的科技 就是真空管道加磁悬浮列车 没有任何空气阻力的真空管道 再加上没有热效应的磁悬浮 很可能会创造出比未来更未来的科技 这种真空管加磁悬浮的设想 也被称为超级高铁 估算时速可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今天最快的民用交通工具 飞机 时速最快也只有每小时1000公里 而高铁具备比飞机更快的出入站 优势自然不必多说 或许就在未来两年内 我们就能看到试运行的高温超导四伏列车 再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或许在未来十年内 就能看到比飞机还快的高铁 我们无法断言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但可以说 起码大家不用为房子担心 哪怕你在北京上班 也完全可以住在265公里之外的石家庄 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高温超导四伏列车 就可以将你从石家庄送到北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